徐若萱金船和新加坡马可波罗海业集团主席李云峰 已于上个月签字离婚结束九年婚姻 据悉两人是因为个性不和 加上工作关系长期分隔二地 在上个月协议离婚 儿子继续留在新加坡求学 2013年徐若萱英拍摄电影《72小时杀到你》 而认识了投资者李云峰 结果两人擦出爱火隔年闪电结婚 当时徐若萱也被形容嫁入豪门 不过结婚才两年李云峰便传出财务困难 欠债资金高达14亿港元 当时传出徐若萱付出演艺圈 都是为了替先生还债 索性李云峰经过到处奔走找到金主 如今事业早已回春 只不过婚姻却变了调 静周刊接获消息指出 李云峰英在新加坡忙事业 徐若萱在台湾工作也很顺遂 一个不愿意来台湾 一个不愿意回新加坡 长时间远距离家上个性问题 虽然度过了债务和外遇风波 最终人决定结束婚姻 另外徐若萱前年卷入王力宏婚内出轨事件 前年王力宏前妻李靖磊长文控诉王力宏婚内出轨 其中已婚的徐若萱残被影射 当时徐若萱大动作撇清自己绝非小三 徐若萱的老公李云峰也跳出来 后期帮忙澄清才挺过外遇风波 塔罗牌老师艾菲尔上节目时 透过星象来分析徐若萱之后的运势 当下铁口直断 他的事业会更好 还是可以接很多代言甚至媒体宣传机会 但是在婚姻上并没办法完全安全过关 有可能会在三年内离婚 没想到如今真的被料中 三天前一向正面乐观开朗的钢铁V 罕见在贴文直言 I am not happy now How about you 我现在不快乐 你呢 并附上一张自己和圣诞树的合照 但只拍到侧身 看不到任何一丝表情 心情似乎相当低落 简洁回应了离婚后的现况 爱得好 用心情似乎一起